Hello大家好 看到大家真是太开心了 好 遇下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不定期更新的毫无推荐 首先是第一件 多新生呢 没味道 真的 我怕是真的没味道 李宁齐光风行运动鞋 这双鞋就是有一期我拍视频穿的 有的同学说我脱了这双鞋 就好像下了一些台阶一样 没错就是这双鞋 首先说一下它的优点 第一点就摆在这了 就是它的鞋个还挺高 就是可以弥补一下部分同学身高的缺陷 当然我不需要了 我是锦上天花 然后其次是它里面这个材质还挺软的 穿上之后包裹感挺强的挺舒服的 然后第三点就是它这个面量特别好打理 就没有什么容易脏的部分 我这双鞋穿了大概得有四五四个多月了吧 你看拿时间擦一下 这点就跟新的一样没什么磨损 到时我是给大家推荐鞋的 是不是打算从这两个双里面选一双呢 这双是耐克的M25K嘛 然后为什么选择里面这双呢 首先是它的价格嘛 比这个要高一点 其次就是它这双鞋上有几个地方的材质 特别不好打理 很容易脏 然后就是它内衬的部分 就还挺容易起球的 虽然看不见嘛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鞋跟 会比里面那双稍微偏硬一点 但是我觉得咱从外形上来讲 这双鞋 明里面的这个要好看一点 都不错的这双鞋 但是这个更便宜了嘛 300多 学生能买一双 无压力 有喜欢的东西也可以去买一双 然后这个配色还有一款 灰色的和白色的都挺好搭衣服的 如果觉得这个有红色不好搭衣服的话 然后我要说一下就是这双鞋 就这样的鞋型嘛 虽然老爹鞋就不太适合脚偏大的人穿 因为这双鞋就这个样式 就本来就显得你的脚会 会比正常的要大一点 如果你的脚本来就偏大 穿这双鞋就跟穿了一双熊掌一样 你可以先去店里试一下 你买之前就是买这样的鞋型 真的要注意一下 好 下面是我们的第二件 博鞋是哪 大利元的青梅绿茶 这个应该好多举零后 应该对他非常有印象 我觉得零零后应该就没看过他的广告 我记得刘若英戴眼睛吗 小时候电视经常说 什么绿茶配青梅 可以说是一对 绿茶配青梅还是头一回 绿茶青梅来相片天生是一对 这两句广告词真的 在我脑海里印象深刻 这个真的是从小喝的辣了 我记得从 记不清了 至少都有喝了有十年了吧 这个青梅绿茶 但很奇怪的一点是 达利元是福建的品牌 但是我来福建大学 就基本没怎么喝过这个茶了 为什么不是不喜欢喝了 是因为买不到 好多地方都没有卖这个茶 之后回东北的时候 我才能买到 然后最近发现 我们家楼下的便利店有卖 我就一想一想往回买 首先一定要推荐就是 冰镇了之后再喝 因为不冰镇的话 稍微有一点点甜 冰镇了之后就没那么甜 就放在冷藏了之后 然后就是青梅绿茶 有梅子味 然后有绿茶的茶味 茶味不是特别重 然后梅子味也不是特别重 整体来说是比较偏大的一块 也就是因为不喜欢喝特别甜的 然后特别冰镇了之后 就是入口的口感还挺好的 然后甜度也不辣 就这个酸甜成果就是刚刚好 刚刚触碰到我的痛点 然后它批发的这样 它大概也就在 或者在网上两块五左右 然后便利便卖一般的话就是三块 它的包装这么多年一直都没变 我有买过 它也确实有出过新包装 我有买过 但那个新包装 我觉得跟这个味道相比还是差了一点 而且变贵了 就还是老板的最好喝 然后没尝试过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 好 下面是今天的第三件 多新鲜呢 造back背部剧头皂 价格是25 就是它是一个黑色的 长方体的一个香皂 没什么特别的 然后我背以前痘痘长的还挺多的 其实现在陆陆续续其实也有 但是有时候放个角度想 总没长在脸上墙 特别是男生 因为男生的油脂分比比较旺盛 背部就容易长痘 长满头 就我也用过挺多方法的 就一个比较 应该大家都用过的 就背部长痘痘的 就是用流氓皂 但是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首先是它味道太重了 其次是那个洗完真的是太高了 就感觉背上还要裂开了 这个就相比流氓皂来说就温和很多 然后它没什么特别的气味 官方是有说它有淡淡的干橘 但我没问题 我就感觉它是一碗没有味道的香皂 但是起来也会干 你就是最好 用完这个香皂之后再涂一个身体乳 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这个特别像剧头产品 它只能做一个辅助作用 如果你真的想要分除 你还是要从你自身方面做改变 就改善改变你的饮食习惯的 你的作息习惯的 你的内分泌啊 这个真的只能做一个辅助 我用了大概有一年多了吧 这个香皂 但我觉得也是自身有改变是一方面 然后其次是这个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我现在背上的动作 基本上吧 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然后它的使用体率呢 大概也就是看你自身 如果你油脂分泌比较多的话 像男生油脂比较多 就两天一次 如果你就还好的话 你就三天一次 然后用完之后就再背上再涂一个身体乳 然后这也不是一个建效特别快的东西 大概怎么也得两个月左右吧 才能建效 然后这一块挺耐用的 这一块就大概如果是你三天用一次的话 用一个三四个月左右 不成问题 然后价格也挺便宜的 就这张外购的话也就25左右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绝对不会弄弄在脸上 有个不长痘的同学可以试一下 好 下面是今天的最后一件 多欣赏呢 欣赏暴枕 就是我说就要是一个特别喜欢夹被子的人 但是有时候夹被子被子就这么大了 你要夹被子的话盖了就少了 然后我就买了这样的暴枕 其实一开始我买的不是这个形状 一开始买的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 胡萝卜的一个暴枕 但是雷米达特别喜欢他就给我强奏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 然后我发现这个长条形真的比那个好多了 而且我买的一米长度呢 价格是42 就一米这个长度刚刚好 然后这个长度你就你抱着就也还好 然后你要夹着的话也能夹得住 然后它的面料是那种矛毛的珊瑚蓉 我特别特别喜欢珊瑚蓉的东西 因为在南方来说冬天的老婆 去抱着一个珊瑚蓉的东西就特别暖了 而且它的造型也还挺好看的我觉得 活起来得有两三遍嘛 也没出什么问题 然后它这个就是跟几乎直接接触 它刺激的这个部分也挺红乱的 要是单身的同学 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的同学 可以买一个 假装自己有男朋友的女朋友 当然有的也可以买 也一点不当务好吗 好 今天的好戏就到这了 拜拜 然后当时我是给大家考虑推荐鞋的时候 是这两双 选 Demon 你碰到我的手机了 真讨厌 硬硬硬硬硬